來接下來做一些練習 這裡的內容很簡單 事實上小學都應該學過了 所以行為都很簡單 來這就是指南語 這就是指南語 可以在水面上自由轉動 然後問你停下來的時候要指向哪一方 在前面講指南語的時候就講過了 會朝哪一方 B 我們 你選了B 很好但是我不會給你躺 就是指南語他自由轉動 他會指示南北方向 他會指示南北方向 所以停下來的時候 他就會指示南北方向 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指南語 指南語就這樣子 來 這個要考詞級 這要考詞級 詞級的詞力最強 會吸引最多的 鐵粉 鐵丁 那 哪一個圖是 對 現在換哪個女生對不對 女生 6號 不行 應該換男生算不算是 男一男女 沒來啊 6號沒有來 改成換男生 因為剛才是5號 換帥哥男 男生27 27 C 就是磁級 就是磁級 磁鐵的磁力在磁級最強 國中階段 我們的其實都在兩端 我為什麼寫國中階段 因為 現實生活不是這樣 一個最明顯就是你們那個小學的時候的鉛筆盒 裡面有個磁鐵的 扁扁的方形的磁鐵 那個磁鐵的磁級不在兩端 是在 比較大人的兩面 比較大人的兩面 好 我們就不要管現實生活了 國中就這樣教 就在磅上兩端 一直磅上兩端 那中間沒有磁系 所以呢 中兩端C就是鐵釘 中間沒有C 所以我們答案的選擇就是C 答案選擇 答案選擇就是C OK 阿夏琳就是考那個磁丹級 他就考那個磁丹級 我已經明示你了 沒有磁丹級 沒有磁丹級 所以哪一個切完之後的極是錯的 這已經明 這等於已經是明示你了 這等於已經是明示你了 誰是錯的 Number 2 2號 豬是錯的 好 剛才講過已經明示你了沒有磁丹級 沒有磁丹級 不會只有N級 不會只有S級 一定都是有N級跟S級 所以每一個都會有N級跟S級 那個選項豬他只有N級或只有S級是錯的 所以呢我們答案就選了就是豬 這又是一些簡單的事情 好 簡單的東西很容易 很容易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好